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 灭他这三昧真火 俺好救俺的师父 四海龙王点头称是 那么此时孙悟空暗下云头回到林子里边找到八戒和沙僧 这二位一瞧 大师兄师父回来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啊 现在龙王就在半空当中 你二人保护好马匹和行李 一会儿雨可大 俺老孙现在前去叫战 与那妖精打在一处 之后龙王会降雨灭掉他这伙势 好好好 放心 我们二人就在这看着马匹和行李 孙悟空手指金箍吧 一个箭步 够奔枯松剑火运动 到了洞府门前 孙悟空高声喊嚷 妖精 听见没有 赶快出都洞府放出俺的师父 有看门的小妖 看见孙悟空了 照样回去禀报 报 启禀大王大师不好 何时惊慌 那唐僧的大徒弟又来了 毛脸雷鼓嘴那个拿个铁棒子 说要救他师父呢 哈哈 这孙悟空这猴子真是 跟我打了一回 让我用三倍真火把他给拜下去了 又来了 不知道本大王的厉害吗 这一回不能把他放走了 本大王要烧他一个 两个皮胶肉烂 来 摆队 迎敌 火运动动门打开 煞时间十几个小妖推着五辆小车可又出来了 分金木水火土 这阵型摆好了 后边正是圣营大王胡孩儿手持杖八火尖枪 孙悟空用手点指 哎 侄子 跟叔叔再来一战呢 我告诉你 赶紧把俺师父放出来 如果不然我接着打你的屁股 休要猖狂你这猴子 还想救你的师父 甭想了 去去去去 赶紧走 孙悟空这么一听小孩子呀 说话还真猖狂 来呀 棍枪并举打在一处 就看孙悟空这金箍铁棒上下翻飞 红孩儿这枪啊 一枪紧撕一枪 一枪快撕一枪 扎挑拨火 跟孙悟空打了三十几个回合 红孩儿可不练战呢 猛然间把枪就这么一点 砰 往前一扎 撤回枪来 枪交左手 往后这么一跳 跳到五辆小车正当下这辆车上 紧接着 右手钻拳 砰砰砰 又来了 打自己这鼻子 瞬间这鼻子喷出浓烟 紧接着一张嘴 火光冲天 三昧真火又喷出来了 加上山里边刮风啊 风筑火势火界风威 烈焰飞腾 嘎啦嘎啦嘎啦 这火势越烧越旺 孙悟空啊 知道那三昧真火的厉害 猛然间一回头 龙王降雨 再看四海龙王带着重水族 在这半空当中 四海龙王喷着喷嚏 这雨瓢泼的一样 孙悟空啊高兴啊 嘿嘿嘿 好好好 再下点 再下点 他这高兴还没完事呢 这雨浇在这火上 您再看这火 嘎啦嘎啦嘎啦 咯哈 嘎啦嘎 嘎 这淡水 待爆炸的 就跟咱们现在做的油锅 往这里边淡着水一样 往外这 砰 这火点子就炸在孙悟空身上了 连这僧衣都烧出一个窟窿 孙悟空猛然这么一愣 再看这火就跟火蛇一样 万条火蛇金蛇串 比刚才这火要厉害十倍 那位说怎么 下点雨 这三昧真火倒烧得更厉害 各位 《西游记》当中记载了三昧真火 这个不是天上火 不是地下火 不是造谛火 不是山中火 是什么火 这是妖魔邪髓的一股邪火 这个火如果你要用雨水 这是龙王下的私语 凡间的水能把这火灭掉吗 你要看《西游记》原文作者当中人写了 《红孩儿》是在火焰山三百年修行领悟出来的这股火 所以它是一股邪火 雨水它是凡间之水浇在这火上 没想到这火是越烧越烈 孙悟空就想着拿这棒子打这妖精 又在这火海当中出不来了 可此时这火当中还带烟 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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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悟空最怕的就是烟 因为当时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 他站的是迅味 迅奶 蜂野 他这眼睛火眼金睛是这熏出来的 所以他最怕的就是烟 现在火中带烟熏的他睁不开眼睛 想打妖精是万万不能 没办法 正打勒的功夫 再看红孩儿的嘴里边 又喷出一股浓烟 整喷在孙悟空的脸上 孙悟空哎呀一声 泪如雨下 紧接着脚踩金斗云 一个跟头就逃出火海 红孩儿一瞧就这点本事 又败了 收了火炬 来来来来 带着众小妖回转洞府 第二战又胜 可您再看孙悟空可难了 怎么 他在这火云洞门口受了伤了 眼睛睁不开 一个蹤身 就跳到枯松剑的箭水当中 那位说这山里边还有箭水呢 有啊 您要看原文有记载啊 说洞中本有滴水泉 泉下纵有流水箭 它是流动的水 有箭水 苏悟空跳到这箭水里边 您看这一回全是火 有什么火呢 枯松剑火云洞 六百里钻头豪山这钻字 钻木取火 好山好久是风 刚才咱们提了风界火势火柱风威 而且孙悟空请来四家龙王 没把这火灭了 心里边有火呀 急火攻心 他急火再加上这箭水冰冷 往下这么一跳 里外这么一撞 您再看苏悟空啊 四肢喘起来紧闭霜目 任由这箭水冲刷 四海龙王在空中啊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啊 高声寒嚷 卷帘将军 天蓬元帅 快快出的林子 救你们大师兄 中八戒沙和尚一听 赶紧大师哥有难快快快快 这两位冲出林子 顺着这箭水岸边 猛然间就看见从上游 可就冲下来一个人行 一看正是自己的大师哥呀 沙僧啊 连衣服都没脱 跳到箭水里边一把 可就抱住了孙悟空 把孙悟空抱上岸 往上这么一放 您再看孙悟空四肢 在这喘着 摸在身上 一点热乎气都没有了 沙和尚是真有个感情 趴在悟空的身上 哎呀 大师兄啊 他的意思就是 你本是亿万年长寿客 现在做了中途短命鬼了 身上都凉了 一点热乎气都没有 怎么给烧死了 眼泪巴搭巴搭往下掉 猪八戒在边上这么一瞧 起来 起来 啊 二师兄 大师哥他 想想想你别哭了 哭什么哭 多大岁数来哭 丢不丢人 不是他 别说话 你懂什么 咱们大师兄会72般变化 就有72条性命 死不了 让老猪来试试 叫着沙和尚 把这孙悟空四肢全给伸直了 然后浮起腰来 把腿盘起来 让他坐好了 猪八戒把这双手搓热了 捂住他这蹊跷 然后在他身上来了一个按摩之法 您再看孙悟空还真有点渐缓 为什么 他内火再加上外边的箭水冰冷这么一击 这气存在丹田里边出不来了 所以可以叫暂时性休克 那么通过猪八戒这么全方位移按摩 这气从丹田里边出来了 冲破蹊跷 缓了一口气 孙悟空头一句话就是 师父啊 他眼泪也下来了 沙和尚眼泪就没停 大师兄 刚才您死过去了 原来想的是师父 现在您活过来了 嘴里边说的还是师父啊 大师兄啊 猪八戒在边上一瞧 还叫师父干嘛 这时候你叫师父了 要不然老猪 你能醒得过来吗 你得谢谢俺呢 孙悟空啊 回过神了一瞧 八戒沙僧陪着自己 刚才说什么也隐隐约约听见一些 猛然间想起来 熬师兄弟何在啊 他问龙王呢 龙王在半悬空中呢 小神在此等候啊 四位龙王 此一次俺老孙老罚你们了 你们先行回去 改日俺老孙再行谢过 四位龙王点点头带着重水族回转龙宫 咱们殊不细了 猪八戒沙僧扶着孙悟空又歇了一会儿 之后把他带到林子里边好好休息 孙悟空啊 缓过来一歇了 叹口气啊 哎 想救师父啊 那是比登天还难啊 这个妖精真是难缠啊 得找一位比俺老孙能耐还大一点的去救师父才行 猪八戒一听 要说比您能耐再大一点的 那就是我了 别人都对付不了这妖精 得俺来了 呆子 都什么时候了 还开玩笑 俺老孙的意思 得去南海 普陀洛家山 请观世音菩萨前来一站 收服这个妖精 哦 菩萨前来 当然好了 那怎么请呢 俺老孙想去 但是现在浑身疼痛 架不起这金斗云 师弟 不如你代劳 替俺老孙去一趟 把观世音大师请来 先服这个妖精救出师父 好啊 那俺老朱就去一趟 不就请观音大师观音菩萨吗 我去 好 八戒 你要记清楚 见着观音菩萨别抬头 只管低头叩头就是 等菩萨问你 你把事情原委这么一说 而且把妖精的名字咱们锁在何处 把这些事情全跟菩萨说明 然后跟着菩萨来降服妖精救出师父 嗯 师父啊 放心吧 这事交给俺老朱啊 准保释马到成功 好 就有劳师弟 而且 你俗空 沙僧在林子里边等着 猪八戒 脚踩云彩 一路向南 构奔南海 普陀落家山 请观世音菩萨前来 那么咱们说书的一张嘴 说不了两家的话 这边请菩萨 那么红孩子干什么 他在洞府当中跟这些小妖正庆贺 两回了 这么大能耐齐天大寿能奈我何 别看我这一小孩都打不赢我 还保着唐僧取经呢去 可他一琢磨 头一回没什么 二一回把龙王请来了 那么现在他们又要请谁 来小妖过来 大王把洞门打开 我出去办点事去 把洞门一开 红孩儿一堵红云一样 飞出火云洞 到了半悬空中低头这么一瞧 猪八戒踩着云在奔南边 南边有什么 南海 普陀洛家山这是要请观世音 哈哈 龙王不行请观音来了 好好好 妖精眼珠这么一转 他对于这六百里钻头豪山的地理位置太熟了 超劲道 提前可就到前面这山奥当中了 这红孩儿变成观世音的模样 在这儿等着 猪八戒 他踩着云彩一路奔南 说 猛人间抬头这么一看 哎呦 观音菩萨赶紧按下云头 往这帝爷这么一跪 弟子无能 拜奸菩萨 嗯 你要去南海找贫僧什么事情啊 哦 是这样 如此赠般赠般如此 把这事情跟这假观音可就说了 现在请您助我们一臂之力救师父 想着圣鹰大王 他一般不会招惹别人 是不是你们把他惹怒了呀 啊 啊 对 菩萨 要说把他惹怒了呀 那就是那猴子惹怒的 我这师哥呀 为什么呀 刚一开始跟这妖精见面的时候 人家是小孩儿啊 他背着人家 趁人不注意 啪 往石楼上就摔呀 有这么点小孩儿往石楼上摔 他能忍心吗 哎 我看着都心疼啊 所以你要说把这妖精惹恼了 那就是这孙悟空啊 他惹恼了人家 人家不干了 嗯 哦 原来如此 想着圣鹰大王也是贫僧的老朋友了 这样吧 贫僧带你去一趟火云洞 跟他们好好说一说 让圣鹰大王放出你的师父也就是了 多谢菩萨 他要真放出俺师父 俺再给他磕一个头都愿意 嗯 起来吧 跟着贫僧构奔火云洞 各位 猪八戒啊 他不是说看不出来 事出有因 红孩儿啊 没跟观音大事接触过 您看后文书见着观音了 他一辆掌中的火箭枪高声嚷着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这是咱们都熟悉的那句 对吧 没有接触过观音 但是他听别人说过 大概模样是什么样 他能变出来 另外孙悟空交代猪八戒 见着菩萨千万别抬头 就管磕头 等他问你 你说清问明以后 跟着他再救师父 所以他往这一跪 根本就没仔细看 跟着这甲观音没奔南海 够奔火云洞 那么圣婴大王这红孩儿 提前交代好了 让小妖准备一个皮质的袋子 把这生还换了一根 把这袋口紧一紧 就被逮这猪八戒 猪八戒到了这洞口 还回了一下 琢磨了一下 圣婴大王变这观音看出来了 跟贫僧进洞就是 是是是 跟着这甲观音进到这火云洞中 往里这么一迈步 您再看圣婴大王变成本来的模样 紧接着一挥手 众小妖手持刀枪棍棒 刷 可就把猪八戒围了 把这猪八戒可就盛在这皮质的袋子里 勒好了这袋子口 往上这么一掉 猪八戒这个马戒 心说不如找观音菩萨吗 怎么让妖精给我骗了 哎呀 圣婴大王洪孩儿用手一指 嘿嘿 猪八戒 就你这能耐 还保唐僧西天取经 还想去南海请观音菩萨呢 连本大王都认不出来 你这能耐真是差的 不是一星半点啊 把你吊起来晾这么几天 之后用盐醃好了 给小的们下酒 众小妖我欢呼雀跃 圣婴大王 哈哈哈哈哈哈 紧闭洞门 这时候孙悟空还有沙僧在这林子里边休息呢 猛然间一阵怪风 风带兴气 孙悟空提鼻子一闻呢 嗯 沙师弟 八戒有难呢 啊 大儿兄 怎么 你闻呢 这股兴气 就是火运动方向而来啊 啊 那 二日兄碰你妖精他不会跑吗 恐怕他跑不了了 咱老孙弟前去看上一看 您这身体行不行 哎 没办法 孙悟空强忍疼痛 站起身形啊 手指金箍棒 来到枯松见火云洞洞门口 高声嚷着 邀请 出来 放俺师父 他就听这洞门里边 众小妖欢呼雀跃 好像要往外冲的意思 他再一想自己浑身这伤势 恐怕难以抵挡 哎 说了一声 变 紧接着把自己变成一个宵禁的包袱 往这门口就这么一扔 红孩儿带着众小妖打开洞门 出来这么一瞧啊 没人呢 啊 刚才听着是孙悟空的声音 恐怕呀 怕我的三昧真火让我给吓跑了 哈哈哈哈 回转动腐 好 旁边有小妖赶紧禀报啊 大王 您看 这地下有一个销进的包袱 圣灵大王扭头这么一瞧 准是在孙悟空落下的 那里边也没别的 就是救僧衣救僧帽 拿进来吧 拆了以后为咱们缝补衣服 是 小妖把这包袱挂在身上 跟着队伍最后边进到火云洞 把这洞门这么一关 小妖把这包袱摘下来这么一瞧也没什么 往边这么一扔 忙自己的去了 孙悟空趁着没有其他妖精的时候 他变出本来模样 然后拔下一根毫毛来 变 又变了一个假的销进包袱 自己变 变成一只苍蝇 在这火云洞当中来回飞转 这时候可就看见这皮质的袋子了 他往这皮质袋子这么一烙 就听这袋子里边猪八戒正哼哼的 哼哼哼哼哼哼 好妖精 片岸老猪 等大师哥来了以后 躲平你的洞府 孙悟空作为苍蝇 在这皮质袋子上趴了一会儿 一听这猪还真行 捣驴不捣架 这气势还有 就冲他这话 我也得灭掉这妖精踏平火运动 此时节就听见红孩儿招来六个小妖 这是他手下六元得力干将 各位 他要请牛魔王前来与他共享唐三藏的肉 吃完可以先富永享 兽与天奇 您若问后文书如何 咱们是下回 接演 咱们书接全文 上回书呢 说到 这妖精必须俺老四前来降服于他 这一道平地上 猪八戒很高千 人家这仨人以为三兄爷爷选胜 三兄爷爷 四点这么下回 分解 看你 гор了 优先 优先 胖枕 过来 看你 了 那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